假如台风也分断位 你能坚持到第几级 古人说跑马云 台风零 这句谚语是在提醒你 当你看到满天零散的云朵碎块 像跑马一样的迅速移动时 其实这就是凶猛的台风 正急速向你逼近的信号 内浪 防武倒塌 山洪 泥石流 都是他带给你的见面里 那假如台风也分断位 你经历过那几级 树枝伴着狂风开始跳舞 电线会发出呼呼的喊声 体重90斤以下的 不建议出门错热了 因为你可能走着走着 就被风刮跑 像麦田怪圈这样的世界未解之谜 可能在一夜之间 就会被台风吹出好几个 要是再搭配上蒙古汽水 所形成的沙沉天气 PM1.0的浓度将超过 2000微克每立方米 就会让你有瞬间移民火星的及时感 海面浪高超过11.5米 汽车房屋都被海啸席卷得一片狼藉 但这些小场景都难不倒广东密封的记者 2014年的台风海鸥横扫海南和广东 记者把自己直接五花大绑在树上拨爆 但巨大的风暴 让他开口说话都异常困难 在家的你可能也坐不住了 因为你家的房子可能分分钟都会被掀翻 但我国的第一高楼 上海中心大厦却丝毫不慌 主要是大厦内有定楼宝物阻尼器的坐镇 当大楼开始摆动时 阻尼器就会提供阻力消减摆动 那么台风就这么容易被抵御吗 继续揭秘行踪诡异的台风走位 它比女孩的心思还难琢磨 今年导致271.1万人受灾的魔王级台风烟花 竟在海上走出了北宜西折南路停滞等等 出人意料的花式走位 并且移动的异常缓慢 在我国陆地上肆虐的时间竟然长达95个小时 景江苏省就被台风肆虐了37个小时 是江苏有史以来记录的停留时间最长的台风 但在死神级的台风威拉面前 烟花根本不值一提 1959年如同恶罗一般的台风威拉诞生了 它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入了日本列岛的上空 在经历了三小时的台风游吟后 日本名古屋三分之一的地区都沉没在滔滔的洪水之中 昔日的繁荣全都毁入一带 整个大街都被飞溅的碎石和垃圾 搅乱的满目疮痍 更恐怖的是被风暴侵袭致死的遇难者 就横其竖八地躺在了路边 仿佛世界末路 台风威拉侵袭一周后 25万人被困在屋底上挨额受冻 房屋毁灭性地倒塌了4万多洞 半倒塌的房屋有11万3000多洞 还有60人因为台风引起的山崩 被活生生地埋在了泥土之下 据事后统计 这次狂暴的台风导致4697人死亡 还有401人下落不明 38920人受伤 无法想象这组血淋淋的数据背后 到底有多少家庭支离破碎 那台风就在17级截止了吗 大自然的力量突破你的想象 马上带你揭晓 超越等级界限的凶残台风 没有等级的超强台风 到底有多恐怖 假如台风有段位 超强台风海燕绝对是地域级的亡者 因为它直接超越了人类可预测的 风力等级的最高标准 是21世纪以来 北太平洋地区最强烈的台风 在2013年的11月8日凌晨4点40分 台风海燕强势登陆了菲律宾 在萨玛岛和莱特岛掀起了 15米的海啸风暴 如同一场墨浴降人一般 菲律宾集万是整个被遗为了平地 卫星云图上的海燕 张牙舞爪宛如巨大的地球黑洞 这场惨无人道的浩劫 最终导致了至少6344人死亡 还有28688人受伤 1072人失踪 如此狂暴的台风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 首先大量的海水被蒸发到空中膨胀上升 海面形成了一个热带低气亚的中心 在地球自转偏向力的作用下 最终形成了一个逆时针旋转的空气漩涡 也可以说是一坨旋转的热水气团 气团转得越快 离心力就越大 中间就会慢慢的形成一个风平浪静的洞 于是最新鲜的狂暴台风就这样诞生了 那台风最后要是怎么死的呢 你可能无法想象 残暴又嚣张的台风最后都是被饿死的 因为台风的形成 主要是依靠海面水气蒸发的能量 当台风跑到陆地后 地面摩擦会大量消耗它的体力 最终又恶又累的台风 必然在陆地上走向死亡 喜欢我的视频请关注我 下期视频再见